欢迎大家收看消费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国企业受到中国强迫劳动警告 拒绝装运数量激增 自由党加强竞争的法案是一种糟糕政策的木马 格克拉和马城市议会计划投票 通过一项价值9亿美元的经济场计划 以确保NBA雷霆队能够在该城市留至2050年 格克拉和马城市议会 将就建造价值9亿美元的经济场进行投票 以确保NBA雷霆队能够在2050年之前留在该城市 股市进一步下跌 亚马逊诉讼加剧了最近的压力 等等 请大家收看 美国企业受到中国强迫劳动警告 拒绝装运数量激增 南华早报 美国国务院已经警告美国企业违反一项 旨在打击中国涉嫌强迫劳动的新法律的风险 这一警告是在新数据显示 美国边境停止的货物出现激增之际发布的 乌鲁木齐强迫劳动预防法是美国总统乔拜登于2021年签署的 得到了两党的强烈支持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 货物被拒绝的数量稳步增加 其中服装和谐类产品的拒绝数量增长最为明显 国务院的补充说明强调了 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或中国其他地区采购商品的公司面临的风险 这些地区涉及来自新疆的强迫劳动 自由党加强竞争的法案是一种糟糕政策的木马 加拿大的C56法案旨在通过给消费者更多选择来提高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 但实际上将颠覆一个培育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加拿大企业的法律体系 加拿大商业委员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戈尔迪·海德尔写道 该法案允许工业部长只是竞争专员对市场或行业的竞争状况进行调查 而目前只有在怀疑存在反竞争行为时才会启动这一权利 海德尔认为 该法案将削弱加拿大企业之间的竞争 并阻碍加拿大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 格克拉和马城市议会计划投票通过一项价值9亿美元的竞争场计划 以确保NBA雷霆队能够在该城市留至2050年 多伦多星报 格克拉和马城市议会投票决定就一项拟议的1%销售税进行全市范围的投票 该税将为新建的价值9亿美元的市中心竞争场提供资金 并确保NBA的雷霆队至少在2050年之前留在该市 议会还批准了与雷霆队所有权团队的异项书 要求该团队为竞争场的建设费用贡献5000万美元 销售税将于2028年4月开始征收 届时当前的MAP4销售税将结束 新竞争场预计将在2029至2030NBA赛季开放 格克拉和马城市议会将就建造价值9亿美元的竞争场进行投票 以确保NBA雷霆队能够在2050年之前留在该城市 美联社 格克拉和马城市议会投票决定就一项拟议的1%销售税进行全市范围的投票 该税将为新建的9亿美元市中心竞争场提供资金 并确保NBA的雷霆队至少在2050年前留在该市 议会还批准了一封意向书 要求雷霆队的所有全团队为竞争场的费用贡献5000万美元 销售税将于2028年4月开始 为期6年与当前的MAT4销售税的结束时间相吻合 新竞争场的具体位置尚未确定 两名议会成员反对销售税和意向书 股市进一步下跌 亚马逊诉讼加剧了最近的压力 华尔街日报 由于投资者对债券收益率上升和美元走强的担忧继续影响市场 美国股市连续第二天下跌 标普500指数下跌1.5%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6%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滑388点或1.1% 这下跌被归因于对利率和经济的担忧 较高的收益率意味着较高的借款成本 可能对股市造成伤害 在美国四个州关闭9家商店 以应对不断上升的零售犯罪 路透社Target宣布将关闭位于美国四个州的9家商店 包括加利福尼亚州 原因是盗窃和有组织的零售犯罪 该公司表示 尽管在安全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 但仍面临着安全运营商店的挑战 Target在美国运营着近2000家商店 这些商店将于10月21日起停业 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NRF报告称 作为零售总销售额的百分比 库存缩水导致2022年损失了1,121亿美元 高于2021年的939亿美元 Target将与受影响地点的合格员工合作 为他们提供转岗到其他Target商店的机会 资生堂姆公司花王考虑缩减品牌阵容 因利润下降而陷入困境 日经亚洲 日本消费品公司花王考虑出售某些化妆品品牌 因为它面临财务困境并寻求减化其产品组合 花王计划重新组织或出售其30个化妆品品牌中的约10个 该公司预计2023年净利润将连续第5年下降 今年预计净收入将减半至410亿日元、2.75亿美元 花王的市值已从超过4万亿日元的高点下降至2.55万亿日元 该公司计划今年在结构改革上投入600亿日元 并计划在2027年实现创纪录的营业利润 由于盗窃和有组织的零售犯罪 Target宣布将关闭4个州的9家门店 CNN 目标公司将关闭4个州的9家商店 原因是盗窃和有组织的零售犯罪 该公司声称这些问题威胁到员工和顾客的安全 并对业务表现造成了不可持续的影响 受影响的商店将于10月21日关闭 包括东哈莱姆、西雅图的两家、波特兰的三家 以及旧金山和奥克兰的三家 在决定关闭这些商店之前 目标公司已经实施了额外的安全措施和反盗窃工具 员工将有选择转移到其他目标公司的位置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商店是否业绩不佳或未能达到收入目标 亚马逊拥有一种贫穷人的垄断地位 路透观点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最近对亚马逊提起了一项反垄断诉讼 指控这家电商巨头从事垄断行为 诉讼称亚马逊强迫商家使用其履约服务才能参与其Prime服务 将自家产品置于竞争对手之上并收取不公平的费用 然而尽管监管机构对亚马逊的主导地位表示担忧 投资者的信心却不如此 过去十年间亚马逊的企业估值与预期息税折旧贪销前利润EBITDA的倍数大幅下降 而竞争对手沃尔玛的估值仍然强劲 此外亚马逊在零售业的实力并未转化为持续的利润 而旨在帮助该公司在实体零售领域与沃尔玛竞争的交易也未能取得成果 拥有不同成本结构的中国竞争对手也开始侵入亚马逊的市场 目前尚不清楚FTC能否成功在法庭上挑战亚马逊所被指控的垄断行为 但投资者似乎对亚马逊在零售业的主导地位的可持续性产生了质疑 目标公司计划关闭旧金山和其他城市的门店 原因是盗窃问题 华尔街日报 目标公司宣布将关闭其在纽约市西雅图旧金山和俄勒冈州波特兰的门店 原因是盗窃和犯罪事件的增加 该零售商表示 盗窃事件威胁到我们团队和顾客的安全 并对业务表现造成不可持续的影响 这一决定被视为零售商近年来面临的盗窃浪潮的反应 目标公司表示 其门店内犯罪事件的增加将侵蚀今年的利润 计划关闭9家商店 其中包括3家位于旧金山的商店 原因是盗窃行为对员工和顾客构成威胁 美联社 目标是关闭美国4个州的9家商店 理由是盗窃和有组织的零售犯罪 对员工和顾客构成威胁 除了关闭商店外 目标还增加了更多的安保人员 使用第三方保安服务 并安装了防盗措施以阻止犯罪 这一举措凸显了零售商在减少盗窃 保护员工和顾客 以及在选择有限的环境中 维持商店内职方面面临的问题 目标首席执行官布莱恩 康奈尔强调了公司面临的盗窃问题 预计今年财年的损失将达到12亿美元 比2018年增长了20% 我们现在要介绍6个 我们最喜欢的豪华住宅出售 悉尼先驱城报 本文介绍了澳大利亚各地的几处豪华房产 其中一些房产 包括位于贝里山的住宅 可以俯瞰到吉宁贡和捷维斯湾的美景 位于戴尔斯福德附近的一处房产 可以全景欣赏到富兰克林山的美景 位于霍克斯伯里河畔的一座房屋 拥有80米的河岸线 墨尔本一处拥有河流和城市景观的房产 以及位于努萨腹地的一座住宅 可以欣赏到马普尔顿国家公园的美景 每个房产都有独特的特点和设施 如无边泳池、家庭饮院和私人河流停泊处 外国企业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糟糕 经济学人 中国的外国投资者和商人 对该国的经济复苏越来越感到失望和沮丧 尽管解除了严格的新冠疫情限制 并宣布对外开放 但中国的经济仍在艰难地挣扎 跨境投资流动也出现了减弱 中国政府与外国投资者的沟通变得更加生硬 许多外国投资者取消了前往中国的行程 并推迟了投资计划 来华的入境旅行仍然严重受挫 与2019年相比 国际航班上的乘客数量下降了三分之三以上 外国直接投资也大幅下降 许多公司正在将投资转移到其他地方 泰勒、斯维夫特是特拉维斯、凯尔斯的粉丝 突然之间每个人都成了他的粉丝 因为他的球衣销量飙升 加拿大CBC 在泰勒、斯维夫特被发现在 堪萨斯城球场队球员特拉维斯 凯尔斯的比赛中观看后 他的球衣销量出现了近400%的增长 根据Fanatics的数据 凯尔斯是周日最畅销的NFL球员之一 销售激增发生在斯维夫特与凯尔斯的母亲 一起观看比赛的同一天 这位流行歌手和足球运动员被传闻正在约会 而凯尔斯此前曾表示 对不能在斯维夫特在堪萨斯城巡演期间见面感到失望 加利福尼亚州在美国首次实施全州范围内的枪支和弹药税 华尔街日报 加利福尼亚将成为美国首个对枪支和弹药销售征收消费税的州 从2024年7月开始将对枪支、枪支零件和弹药的零售销售征收11%的税款 所筹集的资金将用于防止枪支暴力 加强学校安全和为枪支暴力受害者提供项目 向执法机构及其现任或前任警员销售的枪支将免征税款 这项新税法是2023年民主党控制的州立法机构最后几天最具争议的措施之一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熟悉的观察员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新闻 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 首先是美国国务院对中国强迫劳动警告的新闻 这一警告引发了美国企业对在中国采购商品的担忧 因为他们可能会违反美国的法律 接着是加拿大C56法案 该法案被认为会削弱加拿大企业之间的竞争 限制了他们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然后是俄克拉和马城市议会计划 投票通过一项价值9亿美元的竞技场计划 以确保NBA雷霆队能够在该城市留至2050年 接下来是美国股市的下跌 其中亚马逊的诉讼加剧了市场的压力 另外Targate宣布关闭9家商店 因为零售犯罪不断上升 此外日本的花王公司考虑缩减其化妆品品牌 因为利润下降导致陷入困境 最后是一些有关豪华住宅出售的新闻 对于这些新闻 我想分享一下我的观点 中国强迫劳动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美国国务院的警告是对企业的提醒 但也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 加拿大的C56法案引发了对竞争力的担忧 这是一个需要平衡的问题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既能提供消费者更多的选择 又能保护加拿大企业的利益 至于俄克拉和马城市议会的竞技场计划 这是为了确保雷霆队能够留在该城市 并为当地经济做出贡献 但我们也需要考虑到公共资源的分配和其他社会需求 股市的下跌是投资者对经济和利率上升的担忧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市场的变化 Target关闭商店是为了应对零售犯罪问题 这再次提醒我们安全的重要性 同时也需要更多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花王公司的困境是一个挑战 他们需要重新审视他们的业务模式和产品组合 以适应市场的变化 最后豪华住宅的新闻 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轻松和愉快的感觉 对于那些有能力购买的人来说 这些住宅无疑是一个豪华享受 现在我邀请大家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这些新闻中的任何一个话题 都欢迎你们发表观点和提出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想法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订阅